汪小菲和媽媽張蘭 一連好幾天炮火猛烈的攻擊S家 大S先是透過律師發聲明表示 從認識至今從未傷害過汪小菲 保證此生不出惡言 希望能就此停止紛爭 但張蘭似乎沒有要收手的打算 接著還爆出大小S吸毒等傳言 不過汪小菲則是突然發出道歉文 說大家夫妻一場不再互相傷害 結果被張蘭和陸網友罵 是個熊包蛋 沒多久大S終於不忍了 正式發出6點反擊 她表示和小S不能吸毒 因為兩人心臟都不好 小S一週平均工作4天 根本沒有吸毒的條件 自己對吸毒沒興趣 姐妹倆都很守法 接著也說汪小菲提出的財務表 並不是她寫的 並且也沒有拿到4000萬 每月會收到100萬台幣 是作為身心受創的補償 至於欠款的500萬 並不是給她個人的 並說自己知道小菲有幽蔽恐懼症 所以無法到台灣 心急焦慮脾氣暴躁 這些她都能理解 大S也強調 因為雙方的婚姻沒經營好 所以自己主動退出 毫無怨念 還是希望小菲好 維持或斬斷10年婚姻很難 本人沒力氣也懶得出軌 間接否認 張蘭指控她 婚內出個聚君业的事 最後大S也喊話 一人做事一人當 傻事衝我來 別殃及無辜 祝福馬六季生意辛龍 隨著貼文 還附上一張自己代言的美照 劇君业更是第一時間點贊 在背後支持著愛妻